大家好 我是Kyoko 今天又來到一個星期的最後一天 今天我們會講三個文型 好像比較複雜 但其實又不是很複雜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這三個文型其實都是同一個意思 我們首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這個文型是 或者 這樣 這裡讀英文有點像 只不過一個是有細音 即是速音 一個不是的 它的接觸就是動詞的梯形 B的形容詞 不要意味變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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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我覺得可以 這個語詞非常怪 這個 bash 書面譬如詞 很複雜 其實簡單來說 是非常有怪的意思 例如知道這裏的例子 如果收到禮物的時候可以講 彼らプレッセントをもらって嬉しくてしょうがない 收到他的禮物非常之開心 這裡是表達說話人的某種感情或者感覺 首先那句就是他很開心 但如果你想說其他人的感覺 當主語是其他人的時候 你就要在句末加上ラシー或者ソーダ Yoda 因為你不是那個人 所以你未必很肯定地表達他是這樣想的 你只可以說他好像很開心 或者是樣子是這樣的感覺 好然後第二個要說的問題就是 でたまらない 前面是動詞的聽言 或者e的形容詞不要以尾邊 ku加て な的形容詞加て 是有點點的 在後面跟這個たまらない 你整個這樣記就好記一點 てたまらない 你就一定會記得 他的前面接觸要跟這個て 他的意思跟上一個一樣的 都表示是非常XXX 是表示說話人強烈的感情 感覺的 有一點難以控制 不能忍受的這種感情或者感覺 但大家看到這裏寫著 其實他跟一個で しかたがない 或者是ひとに 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偏頭線が腫れて 喉頭が痛くてたまらない 就是扁桃線が腫れて 喉頭が痛くてたまらない 這個感覺是很難控制 亦不能忍受的 下一個要說的文言 和上兩個文言的意思都一樣 就是不由自主 有產生了某種的感情或者感覺 連自己都控制不到 它就是這個てななない 前面是跟動詞的て形 い的用詞 不要意味著くかで 或者な的用詞加で 在後面跟這個ななない 整個這樣記就是てななない 這裡寫著了 とて しょがない 是一樣的 但是這裡有什麼不同 就是前面一般是接一些 情感、感覺、欲望等方面的詞語 例如sabishi 或者kuyashi 不同 剛剛第二個學的文型 即第二個是てたまらない 這個文型前面可以接一些 非意志控制的自發性動詞 例如你想想事 或者哭 或者一些很在意的 自發性動詞 對 大家這樣說 不知道明白不明白 好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家族揃ってディズニレンドに行く友達がうまやますくてななない 就是朋友要全家一起去迪士尼楽園 讓人非常羨慕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三個不同的文型 最適合前面 就是這個 和這個 他們的意思都一樣 是表示非常… 是要表示 說懷人的感情 感覺 慾望 是不能忍受 難以控制的 最後學的就是 可以接觸一些 非意志控制的自發性動詞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問題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即是下星期一再問其他問題 今個星期 溫至第六十四個 都去了一半 我們接下來這個月 繼續加油 大家記住 除了溫文明 也要繼續溫這個三字卡 我現在都很努力地背 希望大家在七月的考試 都可以通過 那我們下個星期一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